而台中第二選區的立委補選 民進黨熱門人選林靜怡 目前她的呼聲最高了 她接受廣播專訪 是被問到是陳柏惟的替代品 或者是工具人嗎 林靜就表示自己不是替代品 而陳柏惟則是被問到 林靜怡適合接棒嗎 陳柏惟則說 不要說我的棒子 我的棒子掉到地上了 看誰搶得到 激進黨立委陳柏惟被罷免之後 民進黨目前最夯人選DOC1 已經把戶籍遷到台中 第二選區的林靜怡 上廣播被問到 會是陳柏惟的替代品嗎 而領頭在立法院 陳柏惟也被問到 林靜怡適合接棒嗎 他強調團結也說林靜怡有意點和自己蠻像的 聽過一個評斷對外強和對內溫暖 然後我覺得在這個政治的場域 他的那個角色跟我蠻像的 明年一月九號將進行立委補選投票 跟十二月十八號的公投分開 補選是選人 公投是對四 這本來就人跟四分開 本週三民進黨完成了提名辦法 預計下週三的終職會 決定有誰挑戰補選 華視新聞城市阿薛松前 台北報導